因为神给了我两个特别难教导的儿女 所以我学了很多关于亲子教育的这些的专业上的一些的内容 我也没有想到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 然后成为一个传道人今天被主使用 这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青少年父母的自我修炼 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张图很有意思 我不知道我是一看到这张图 你就知道我是哪一个年代的人了 那个磁带的那个卡带 我们小的时候都听 我对这个磁带很有感情 你有没有试过就是听着听着 然后就脚带了 那个音乐很平顺很好听 然后突然之间 那个声音就变了 旋律也就变了 脚带了 然后你要把它拿出来重新缠好 然后再放回去 那个声音才会继续的流畅 那我把这个图拿出来 我只想跟大家分享 我的生活曾经也是好像音乐一样很流畅 可是我的这个儿子进入青春期以后 我们就脚带了 然后呢就开始重新的来整理 被神来修炼 所以呢我就用这张图呢 来作为这个讲座的一个开场的图 希望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能够知道 我们现在当你是青少年的父母 或者是你来预备成为青少年的父母 那大概你现在有一个预期 就是神要用这个时候整理我们 修理我们 那修炼 当我把这个海报 我们的海报一出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弟兄就给我打电话 他就说 丽娜你用修炼这两个字 别人会不会误会 我说我没有想过 但是呢如果你说了 我就一定要跟弟兄姐妹们解释一下 修炼这个词呢就是修整的修 练习的练 修炼两个字在中文当中 那指的呢就是修心练身 使身体更加坚韧强壮 可是呢我用的这个修炼两个字呢 是取自于圣经的话语 一句在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减去 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那神如果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带领青少年 你遇到挑战 遇到挑战遇到难题 在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感谢赞美神 因为真的是神透过这个我们的儿女 让我们发现自己在属灵生命上 自己在这个生命的成熟上 有很多需要被修剪的地方 所以若是神修剪我们 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 让我们的后代能够继续的跟随神 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来修剪修理 那第二段经文呢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旧约当中 他说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 如熬炼银子 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 他们地球告我的名 我必应允他们 那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 他们也要说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当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 哇这个上帝怎么会这样 但是呢 如果我们这些弟兄姐妹 在这个信仰的路上是一直跟随神 你就会发现 当我们愿意认真跟随神的时候 神就会修剪我们 熬炼我们 让我们更像他 所以有的时候是借着一些 在职场上的或者是婚姻关系 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 是借着儿子还儿女的这些挑战 那我呢就是在这个孩子养育的过程当中 神就借着我的孩子进入青春期 然后神就借着我遇到的这些挑战 来修炼我来熬炼我 所以呢我要把修炼这两个字 跟弟兄姐妹们解释一下 那今天呢这个所有讲座的内容 也会围绕着修炼二字进行下去 那我们郑主呢 这三年吧 我们举办了大概二三十场的这个父母的讲座 那每一期父母成长课程呢 都有很多的青少年的父母来参加 那问到就是说 父母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当你的孩子在青春期 或者是将要进入青春期 你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那统计下来呢 大部分的父母哈 几乎90%以上的父母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和青少年无话可谈 或者更严重一点形同陌路 或者是悖逆反叛 我们看到的这都是一些 好像表面上的一些的行为上的 语言上的言谈举止上的外在的表现 但其实呢 我们心里头你会发现 当孩子跟我们无话可谈的时候 跟我们的关系断裂的时候 那这个孩子呢 可能就会真的就是走上这个叛逆反叛 的这条路 所以呢 父母最担心 而且这些年呢 我想这三年 特别是疫情以来 那很多的课程都在教导 我们怎么样跟孩子建立关系 包括我自己也一直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跟父母来交流 怎么样去恢复跟青少年的关系 那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父母最担心 希望能够解决我们父母最担心的问题 那你有没有想 你有不想知道哈 如果我们父母担心的是这个的话 那青少年最不喜欢什么样的父母 青少年呢 据统计哈 青少年最不喜欢的父母呢 就是排序 有四 就是排序 这个排序其实挺长的 那我挑出来前面四种 四个最 就是得分最高的 第一个呢 就是经常发怒的父母亲 第二个呢 就是消极思想和情绪 第三个就是烦人的唠叨 第四个就是行为举止不成熟 就说青少年呢 他们最不喜欢这样的父母 讲到这的时候 我就要问问大家 你中招了几个 你哪一个的表现你会有哈 这是青少年最不喜欢的父母亲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这两个调查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的数据呢 其实好像让我们明白 其实我们越担心 我们越害怕 越焦虑 越担心孩子有问题 我们就会陷到这种怒气 消极情绪 唠叨和这个 一唠叨一焦虑 或者是一有压力的时候 我们的行为举止 就会变得不成熟 所以我们 我们心里担心的事情 就越容易发现 就越容易发生 所以大家看到这两个调查呢 我知道哈 这很真实 也确实是我们现在带领青少年 那个面临的挑战 那很多的父母来上这个我们的青少年的课程 他们一直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我怎么样才能够心平气和 我怎么样才能够举止成熟 我怎么样才能够跟我的孩子建立关系 几乎99%的父母都在来寻求这个帮助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我们能够跟孩子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那我们的教导 我们的陪伴 我们的培育 包括我们的带领 才能够是一个联通的跟孩子 所以呢 我们就是特别想改变这个现状 我不知道在这里有多少的弟兄姐妹 你想改变 你也有这些的挑战 你想要改变 但是你会觉得很难 我知道有一个姐妹 那跟我们呢 有一些的父母 有时候跟我们上一期 两期 三期 甚至上四期 他在寻求 他就说我一直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我怎么能够让我自己的情绪 更加的稳定 一直说 能不能更开更多的这个情绪问题 我其实做了很多的思考 那我今天呢 希望能够跟弟兄姐妹来分享 我们怎么样 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最深层的来解决我们的这些跟孩子的互动和情绪的问题 那成为呢 我们可以引领孩子的这个父母亲 那作家王尔德很有名 他说一句话 他说人到四十岁的时候 就长成了他英勇的面孔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听过这句话 我曾经有听过 那时候我还年轻 那然后呢 我就想说到我四十岁的时候 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可是到了我四十岁的时候 我果然因为我的青少年的儿子 我就变成了我不想有的那张面孔 但是呢 后来真的是 在主里面 在信仰里面 因为孩子的挑战 把我推向跟随主的这条路上 所以呢 我在圣经当中 发现了比这句话更好的一句话 就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那不管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也不管你遇到的挑战 是周而复始 不能够解决 还是整个我们的个人形象 已经被青少年打倒 所有的关系都已经破坏了 那我们都真的是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今天 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讲座 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 从实信心 重新在圣经的真理当中 站立起来 来应对我们这生活的挑战 所以我们都可以 不管我们的身体可能在衰老 我们的外在在衰老 但是我们相信在主里面 我们的心都可以一天心思一天 我们每一天都有更新成长的这个机会 那当然透过我们的更新 神也要使用我们 来带领我们的下一代 那你愿不愿意被主不断的修炼 我知道现在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愿意 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就是很愿意 很希望被主来修炼 所以不断的学习 我知道今天有弟兄姐妹来听讲座 那也有不同的讲座 现在真的是学习的资源非常非常的多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但要听 我们不断要学 也不断要练 还要被主不断的修剪 这个修和练 都是更深层的 那我今天呢 会从三个层面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 彻底改变我们现在的这些举止言谈 跟孩子的互动 那真正的改变呢 要从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呢 就是真理 就是这个核心 我们的举止言谈 就是由我们所认识的真理来决定的 我们的真理来决定 我们怎么样看孩子 看青少年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那这些视角改变的时候 我们的举止言谈就会发生变化 因为圣经应许我们 神应许我们说 你们将认识真理 真理会使你们得自由 所以我们在圣经的真理里面 来寻求神给我们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 那我们呢 今天的分享呢 是先从内修 从里面神来修剪我们 神若修剪我们 我们就可以结果是更多 在我们青少年的父母的课程当中 几乎百分之百的基督徒的父母亲 他们最在养育青少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最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们猜 不是好的成绩 不是好的学业 不是好的工作 他们最希望的是他们的孩子能够一生跟随主 哇 每一次我听到弟兄姐妹心里面这些期待 就非常的感动 那在这样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 这么一个纷乱的时代当中 如果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跟随主 不管他们今天如何的跌跌撞撞 我们心里都踏实了 所以我在想就说 我们真的是一群蒙福的人 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跟随主 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呢 其实我知道弟兄姐妹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学习 来不断的训练自己 那更深更重要的是要在真理上 在主里面靠着圣灵的能力来牧养下一代